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啊 信长之野望新生 他终于出PK版了 也是正好一年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呢 信也出PK版 那就预示着三国志不远了 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会出三国志十五的这个宣传发售片了 而信也的PK呢 这一次也是加了不少剧本 从信长元福到大阪之阵 而这一次呢 我恰好啊 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天下未平的剧本 这是一个假想剧本 假想的情况呢 就是封城秀吉 在进攻小田园城的时候呢 不信梗了 然后呢 继承他位子啊 是他的养子封城秀次 为什么挑到了这个剧本呢 因为这个剧本呢 是1591年 距离万利朝鲜战争还差一年的时间 有时候封城秀吉死了 那肯定就不会爆发这个人生窝乱了 那我们这个万利皇帝啊 那肯定功成不上 就万利三大争 直接变成了万利二大争 他肯定不满意啊 所以说这一次啊 咱们玩一把刺激了 这一次咱们不打防守战了 咱们直接进攻战 反正万利皇帝在家里也没事干啊 不如去打一打日本 说不定就能一不小心 把日本给平定了呢 因此啊 咱们就选这个1591年10月份的剧本 这个剧本呢 现在大名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大的呢 一个是封城秀次啊 还有一个就是德川家康 那么这一次啊 咱们准备穿越到哪呢 就穿越到这个岛金一红这里来 首先啊 这个编剧自建势力 我们如果想要 兴建一个的话啊 我们就必须要在一个出本城以外 还有城池的势力兴建 像北方的这个 啊 郭岛直茂家 还有这个小小川龙井家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 没有拿下对马岛 就直接拿下这边了 又有点不太合理 所以说呢 我们决定换一条路啊 走琉球这边啊 然后从南边打到岛金家 这一次呢 将有我们的这个陛下 御驾清真 然后呢 命太子朱长洛 还有那个首府监国 正好出来一趟呢 免得那些人老是用咒责来反我们 而且呢 我们带上了不少的啊 咱们这个任生窝乱时期 出征元朝的名将 因为主播的这个明朝历史 能力有限啊 所以说呢 对于树职呢 肯定有些地方有时偏迫 还望大家见谅啊 这一次我们还带上了 陆梁海战的名将 陈林和邓子龙 正是在陈林的统帅之下呢 击败了岛金一红 所以说呢 咱们就假装 我们在九州的这个南部啊 这里约上了岛金一红的舰队 然后痛经岛金一红 并且占领了他的城池 自建势力呢 最多是三个城池 那我们就选择高山城 加之木城 还有这个一座城 最好都把岛金一红的这个主城内城 给他包围住 加文呢 这里面这些加文 其实不适合我们 但是也有适合我们的 就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永乐通宝 难道还有比这个加文 更适合我们大明的吗 然后呢 我们再把加之木城和一座城 都给纳入我们的手中 同时呢 再把武将一并选择 放入咱们麾下 这样的话 咱们的万历皇帝朱领军 也是正式的登陆了日本岛 但是呢 这个日本岛还是挺庞大的 听闻啊 还有这个日本国王 封城秀刺在几内 那我们暂定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打进几内 活捉封城秀刺 把这个封城秀级的骨灰 给他扬了 咱们的万历皇帝啊 这个还是很好学啊 刚来日本日语就已经用上了 难度呢 咱们就选个高级吧 因为PK版 其实我没怎么玩过 再加上咱们大明是来爽的 不是来日本受苦受难的 好 那咱们现在就来到了1591年 也就是万历十九年的 这个日本的九州南部 现在呢 咱们的陛下助力金 已经利用了他忠诚的高山城 麾下呢 总计23个人啊 给大家看一看 咱们麾下一共有哪些猛将 我们从统帅 由高到低吧 最高的啊 就是这个名将 李如松 李成良的儿子 因为呢 咱们这个武将实在是特别多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介绍 他们的这个战法特性等 等到时候用到他们了 咱们再一个一个介绍 第二个呢 就是陈琳 然后是邓子龙 刘延 刘大刀 吴威忠 麻贵 杨元 行界 宋英昌 沈又荣 董一元 李如梅 张世爵 洛上智 李如张 杨稿 石星 李如白 扎大兽 刘皇厂 李如真 元皇 以及咱们的这个陛下万历皇帝 先来介绍介绍咱们的陛下吧 陛下的这个战法顺天使 纵守周知啊 咱们的陛下是个很摆的人 所以说一般都是顺应天使嘛 让敌方部队混乱 并且让敌人的这个部队防御降低 特性守财术 大家都知道咱们陛下很爱贤 自卫啊 万历三大征 都是防御性战争 以及暗中活动 毕竟明面上大家都看不到他 最后的这个加载是增加兵役 凤行是绝军凤行 但我们陛下应该是用不了这两个的 加载和凤行呢 是PK版新加的两个东西 咱们可以在咱们的这个评定界面里 给咱们的这个评定众啊 安排上这个加载还有凤行 这加载旁边还有个叫外样的 是从属于本家势力的 可以任命为外样加载 目前呢 我还没有用过啊 咱们先任命咱们的这个加载 也就是咱们内阁首辅 目前可以任命为内阁首辅的 只有加老或者说肃老 达到目标呢 就陈琳 李如松 行街还有石星 陈琳的是成果加凤能力满210中城提升 能力不买200中城下降 第二个是李如松鬼神兵法部队的能力提升 但是呢中城下降 就是行街握心长胆 随身梁天数增加 但是部队的能力减少 最后一个是石星最大兵力增加15% 但金钱数减少25% 这几个能力呢都是有优有劣 也就是说咱们选择的话呢 就要掂量一下咱们的能力了 凤行呢这个就比较宽泛了 只要是部将或者更高 就可以任命为凤行了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凤行呢 都是常规凤行 因为考虑到这个咱们的武将 用别人日本的凤行改变点怪怪的 有个例外呢就是李如松 他用的是上山船 我不知道为啥我当时给了他这么一个 咱们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了 再加上咱们的陛下又是一个守财奴 所以说呢咱们肯定是要先发展商业 增加咱们的经济 我们就先任命邓子龙的这个回传事务吧 至于内阁首辅啊 也就是加载能力都没有我们特别想要的 我们可以先任命一个陈琳的吧 虽然说咱们的这个忠诚平均都很高 但这玩意儿也去 怎么给错了 怎么给成李如松了 李如松不行 李如松这个忠诚下降八 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些人直接就黄了 很有叛变的风险 到时候叛变到鬼子那去就有点不好看了 那么在任命的邓子龙 从这个凤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使用回传事务 增加咱们的事商业 以及水上的攻防能力 就让咱们的兵部尚书 十星去吧 然后呢 咱们再解锁一个革新制度 九十块钱一个月 这个让行街去 之后呢 就是咱们击败岛金夜红 夺取的这个加之木城 还有一座城 咱们需要任命一个知府 加之木城的城主 咱们就任命这个李如松吧 为什么先任命李如松呢 因为李如松他的兄弟 李如白 李如梅 李如真 李如梅 这些全部都参加咱们的 这个万力朝鲜战争 因此 他们配合城主 这个契合度 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些亲爱关系 还有厌恶关系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说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比如说 十星亲爱李如松 无为中亲爱李如松 什么的 李如白 李如梅 李如真 李如张 他们四兄弟 全部辅佐李如松 还有一个扎大兽 扎大兽本来就是 李如松的家臣 他们一家人正好合适 之后是一座城的城主 一座城城主 咱们就任命陈林 然后再任命五个人 去辅佐陈林 然后之后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高山城 还是要任命一些 比较强力的人 来辅佐咱们的陛下的 好 这样的话 咱们三个城池 就已经全部安排完毕了 好 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 陈林与李如松 分别抵达家臣木城 以及一座城 那是时候 对河外在其中的 内城岛金一红 发起进攻了 除了内城之外 岛金一红 还有一个出水城 以及这边的这个都渔郡城 这两个城呢 离内城都是相对比较远的 所以说内城县 已经被完成了 河为外无强原 那么承林 率领2000人 走北路 进攻鹿尔岛 承林的技能是海盗第一 因为实在没有海战的技能呢 就给了他一个海盗第一 其实他麾下还有猛男 比如行街的如水 以及这个流盐的雷切丸 这就是加之木城的李如松 李如松的技能是风里火山 他麾下呢 只有他的弟弟李如梅 有刚之意识 因为李如梅的剑法很好 并且在任生窝乱中 斩杀了利花宗奥的两个封城 十十连九 还有一个叫谁 他来着 叫小野什么来着 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高山城 有我们陛下御驾清真 走水路 进攻鹿尔岛 我们陛下麾下这是人才级级啊 全部都是金色战法 那么到了万历十九年的十一月 我们的陛下也是抵达了内阶层城下 PK版呢增加这个攻城战 我只玩过事件的攻城战 也就是下版冬至任 我还没有试一下这个 正儿八经的这个攻城战是什么样呢 到了十二月中旬 岛进一红终于忍不住 帅领三千兵马出来迎战 虽然说我们夹击可以直接拿下的 但是我看一下咱们这样子 是不是直接就进行这个攻城战会战啊 我看来这不是攻城战啊 我还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攻城战啥样呢 这样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损失兵力还是挺大的 岛进一红的这个铁炮八级 把我们李渡松直接打了八百人 然后呢还有一个鬼岛金 在兵力少的时候呢 战斗力会提升 所以说呢这一次虽然我们赢了 但损失还是挺惨烈的 那在岛进一红被击破之后呢 这个内城应该是毫无争议 被我们陛下给亲自夺取 并且勤马敌将抓住了谁啊 这些人都是什么无名鼠卫啊 不愿意投降呢 还让他们滚 我们懒得与他们知会 难道我们陛下还要亲自来求你们吗 你们也配 那在夺取了内城之后呢 我们需要任命一个新的内城城主 咱们任命城主啊 尽量啊 首先先从我们自己的人里面选 然后呢再考虑日本人 日本呢 我们也是要 不是考虑攻击的啊 比如说那个什么统帅一二点的那种 废物也想当城主那种不配的 我们优先要考虑大明 反正不是什么歪瓜裂枣 也配在咱们这个大明手中担城主的 那么洛尔岛啊 作为南九州的重要领地啊 咱们决定交给咱们的兵部尚书实心 因为这次的中国战争啊 咱们的陛下是没有找户补要钱的啊 自给自足 听平天意 现在呢 咱们在拿下岛金架内城之后 经济又提升了一点 可以再添加一点新的政策啊 不过我们在选择政策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啊 就像这个革新制度 我们下一集的这个颁布条件 要有75的威信 而我们只有20 这岂有此理啊 我堂堂大明皇帝 在这个岛国之上 居然一点威信都没有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总之啊 我们陛下因为自己没有威信 特别的生气 但是陛下生气也没有办法 生气又不能长威信啊 咱们还是得想办法 增加一下咱们的威信啊 咱们还是派人啊 去咱们大明册封的封城家 也是日本国王这里啊 增加一下这个好感度 像这个封城秀赐 他的威信就有1655点啊 在日本倒塌说话比我们好使 这种事肯定不能让我们的陛下去啊 让我们陛下去多丢面啊 还是让我们的这个逼不上书 十星去吧 怎么信用每个月才加四点啊 有没有加的高一点的啊 好吧都只加四点 那没事了 那就让十星去吧 然后我们进入新的这个政策啊 我们发现原来要进入工程战 是因为我们没有解锁革新制度二 解锁革新制度二之后呢 咱们的根据力才可以进行工程战 那行吧 咱们就让陈林去解锁一下 又过了一个月 现在是1592年 万历二十年 历史上呢 就在这一年 封城秀吉发起了对朝鲜岛的征服战争 只可下封城秀吉死了 那现在呢 我们左边啊 有不少新的任务啊 攻略目标 购买家宝 火攻挖角 这十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挖角对象 叫岛金重镇 是我们隔壁家的 还要花钱 不准 像这个卧肥城啊 咱们只需亲客之间便可将之拿下 何必花这冤枉钱 然后李如松推荐我们火攻都于俊城 哎 李如松这个建议就相当的 我的妈呀 相当的有建设性 直接把都于俊城的这个军粮给他烧关了 胜算只有五成 哎 堵了 若都于俊城缺兵少粮啊 那我们就可直取杜于俊 之后呢 吴威中又推荐我们攻略出水城 你就不能跟李如松站在一起吗 到时候杜于俊城被烧干净了 我们就直取杜于俊啊 到了夜中旬 宋一昌又上座给我们陛下 成了陛下之恩威红福 我们高山城北部的一帝之众之闻 大名天子利林 不胜荣幸感激 故而其领地之人投降于我大名 甚好 宋一昌加封一击 只可惜啊 这个一帝之众 他没有什么名将啊 所以说呢 只是到时候多一千的这个人力 作用不是很大 哎呀 李如松这个火攻失败了 哎呀 我就不该相信你 这李如松失败了之后 吴威中又来了 吴威中推荐我们去破坏杜于俊城 成功性很低 那算了吧 这要花钱 钱 挣的钱 我们高山城加之牧城的这个兵力不足 然后一座城内城 冰凉和兵力又不足 虽说呢 短时间之内 我们应该是很难发起一场战争的 那我们命令我们刚征服的这个一帝之众 命令他出兵 去往我们东面的这个日向纳科南面的这两个节点 给他占领下来 以便我们陛下到时候出城 直取卧肥 同时啊 在九州的北面也爆发一场战争 小佐川龙井出兵进攻 丽花宗茂 徽战兵力双方旗鼓相当啊 此战难以预料 不过丽花宗茂只有这一个城吗 如果丽花宗茂败掉的话呢 应该会归降小佐川龙井 那么到了万历二十年的三月份 卧肥城坐不住了 一东右兵出兵一千两百人 想要打我们的异地之众 那我们高山城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们陛下决定分两路去进攻卧肥城 第一路呢 就是由我们陛下亲自领兵 第二路大军乃是邓子龙 带一千两百人 好那我们就成功的击败了一东右兵 此战呢 兵力最高者乃邓子龙 他不仅首先立功 而且辅佐一员敌将 此人名叫岛金重镇 这好像就之前有人推荐我们 说把他给挖过来的 这咱们不就省了一千块钱吗 你却拒绝 这点忠诚了 你何必为他效命啊 对了 咱们陛下脾气不好 你不是诸葛亮的水平的人 你被俘虏一次 下一次被俘虏 那可能我们陛下就不会给你一个好脸色了 那么到了万历二十年的四月份 我们来到了卧肥城下 城中只有四百人 好 那咱们仅仅耗费一个月时间 便拿下了卧肥城 消灭掉了一级东家 这个岛金重镇被我们俘虏一次 现在终身度只有二了 你现在想要投降了吗 咱们陛下奉行一个原则 事不过三 如果超过了三次 那咱们陛下是不会容忍的 希望你这一次不要让咱们的陛下失望 那么一东右兵 作为一东家的大名 也是正式归降我大名 好好一东家现成有功 成为日本第一个向我大名投诚的大名 念你有从容之功 若日后正成功上落便封你为日本国王 而且我们的吴威中 洛尚智还有邓子龙 送一张勇武等级全部提升了 麻贵的勇武等级也提升了 是不是PK版这个勇武 统帅这些增长经验下降了 让我们更容易升级了 那这个卧肥城的新城主 那就交给邓子龙吧 邓子龙在此战中功勋卓著 李英峰一个城主之位 然后呢一级东家 你们就跟着辅佐邓子龙 之前我们抓过两次这个道经重症 虽然说我们成功登用了他 但他忠诚居然只有二 年仅19岁就身有反骨 乃本家仇敌 谁没有野心啊 实力不足而遭轻视 你也知道自己实力不足啊 因为我们奉行政策就是四维低于200 所以说他就忠诚就会下降 因为这个原因啊 他就十分都不满意 被看不起 死等不忠不孝之人 留之何用 就如此啊 道经重症 而等不尊王化 咱们给他罗列十几条罪名啊 但是啊 咱们出来乍到大型杀戮不好 所以说呢 咱们只能把他给放了 本来以为啊 如果把招揽过来 他会老实一点 想不到啊 还是不老实 希望下次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若让郑再看到你 那就不是这么好说话的 事不过三 第三次你必死无疑 之后呢 我们连续攻克两个城池 可以论功行赏 授予公壮 我们的兵部尚书 十星啊 可以授予他一个内政的 金氏家称号 增加所属城的兵梁上升 不过呢 公壮是有上限的啊 咱们一共只有九个公壮 授予十星之后呢 就下降了一个 大家就觉得 为什么十星明明是个兵部尚书 为什么全是官吏的一种特质 因为在十星当兵部尚书之间 他还当过公部尚书 在防水汁水上 还是颇有成效的 反而是他当兵部尚书之后 认收窝乱的一系列的 这个错误决乱 导致了 他这个最后被下入月 以及在狱中病死 然后论功行赏之中呢 咱们陛下还可以给自己 封一个这个东西啊 获得朱领军之功绩 将以新的别号自称 哎呦 咱们陛下成善战之人了 这个名称好啊 我们陛下喜欢 陛下立下如此显赫功绩 争不负善战之人的名声啊 好行舰 你这个马屁拍的响 我记住你了啊 那在我们消灭完了 伊东家之后啊 我们重新关布一下 九州北部战局 哎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丽花宗茂 他成功防守住了 小小川龙井的进攻 守住了他的居城柳川城 不过呢 现在丽花宗茂 也只剩200多人了 冰凉也只剩下300多 北方的郭岛直茂 只需要从市府四城 出兵2000 就肯拿下柳川城 你得支愣起来啊 丽花宗茂 你至少 你至少得活过 岛金一红呀 是吧 那么说起来啊 岛金一红 现在呢 分割两岸 如今他的另一个居城 出水城 只剩下2200人 那我们正好啊 打算命 李如松 陈林二人 兵分两路 只取出水 使得这个岛金一红 只剩下一个 都于郡城 那他们只剩下 都于郡城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兵出高山 拿下岛金一红 然后呢 旧市北上 一股作气啊 消灭什么小溪行长 什么大友一统啊 什么这个 嘉藤清政啊 都是浮云 所以说我们让 一座城的陈林出兵 走南线 齐拉越 然后一路北上 进攻出水 然后呢 加之牧城的李如松 则是率领 本步兵马 走西面 进攻高城 然后拿下出水 那么到了万历二十年的六月份 李如松与陈林 分别占领了出水 南面与西面的郡 那我们陛下另二人 一路停进 向出水城进发 同时呢 内城的石心 也准备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陛下 没有清真 进攻出水呢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说呢 我们命运 逼不上出石心 也从旁侧应 那么到了万历二十年 七月份出水城这边呢 是岛金家 岛金穗酒出兵 不过呢 面对我们两面夹击 我们胜算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我们旁边还有 兵不上书石心的侧员 那么仅仅过去了小半个月 陈林便成功压制出水城 并且我们抓住了岛金风酒和岛金中长 两个岛金家的重要人物 以他们的这个忠诚呢 是肯定不愿意投降我们的 当然啊 我们知道 你们作为日本九州南部的这个土著啊 逍遥惯了 面对我们大明天子啊 肯定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不敢轻易投降 免得我们陛下看不起你 放心 我们陛下不会随便看不起你们的 你们回去整兵再战 我们陛下给你这个机会 不过呢 下一次的机会 就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若你们啊 岛金家再不愿意举重投降 那休怪我们陛下心狠手辣了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成功的占领了出水城 这出水城呢 作为我们西部的这个边境城市 还算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就命令 擅守之人 吴维忠担任我们出水城的首将 吴维忠呢 升金百战 而且还是七家军的预言 所以说呢 交给他 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 那么在陆续打下了高山 加之木内城 一座 还有出水城之后呢 现在岛金一红 就只剩下一个都宜郡城 不过都宜郡城 还有四千三百九十五个人 而且想要进攻他呢 需要先后攻陷 都岛 朱县 还有牧左院 或者说走南面 但走南面呢 还是比较齐缺的 如果我们想要迅速拿下都宜郡城 肯定是要分两路军攻 看来没有办法进行速战了 那么我们就先等两个月 稍微恢复一下 各城市的兵力再说 不过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消息 加藤清政出兵 进攻了柳川城 消灭了丽花宗茂 而丽花宗茂呢 则是向加藤清政投降 可惜了 可惜了 西国无双 就这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没事 我们日后定会来救你的 大概吧 到时候就让咱们 李如松的弟弟 李如梅 亲自率兵 进攻西国无双 丽花宗茂的居城 同时呢 我们再解锁一下 咱们的政策 移交财量权 这样的话 我们城下方针 就会不消耗劳动力 我们的劳动力呢 也能用到更多的地方 但这样的话 我们大明的经济啊 就只剩下95块钱每个月了 我们陛下这心疼死啊 这对 幸好这个守财术啊 政策所需的维持费用减少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咱们可能现在已经负资产了 万里二十年的时日啊 朝廷派来的使者到了 想要面见咱们的陛下 行街注意你的言辞 日本的天皇 或者说日本的国王 那只能是来朝拜我们 不是说什么 他们派来的使者 来面见我们 那我们多丢面啊 然后这个日本天皇的 这边的这个工甲 还敢直呼陛下的名讳啊 信不信我把你拖出去 斩首之中 这还得啊是咱们陛下 泰山崩于其而灭不改色啊 面对他们的这个僭越之行啊 咱们都不予理会啊 所以说你想干嘛 想要给日本的朝廷捐500块钱滚犊子 想要挣的钱 这是不可能的啊 别说你是天皇 天皇他老子也不行 说起来啊 这个剧本武家的势力已经被消灭了 但我说武家是幕府武家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争议大将军了 没有争议大将军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啊 这个拜请朝廷要官职的 所以说干嘛去看这狗天皇的这个脸色啊 就算他给我们陛下封官 那我们陛下这个被天皇封官这说出去啊 还不让大明的臣子耻笑啊 不过这突然间看到啊 怎么这边密密麻麻的啊 原来是封城秀刺正在进攻长宗我部 看来封城秀刺已经效仿他爹 向四国岛进军了 那我们需要快点尽早的统一九州岛 这样子的话才有与毛利以及与封城家相抗衡的这个资本 那么事到如今我们也准备起倾国之力消灭岛金一红 不过呢在我们北面 李如松石星还有陈林的城池 军粮都不太够啊 那我们不如在平定里面 稍微修改一下咱们的这个陈林他的这个缝隙啊 我们现在换行街担任咱们的这个内阁首府 虽然会减少部队的能力 但是呢随身粮的天数会增加 这样的话咱们陈林到这边就有160天的粮草了 那么到了万里二十年的十二月 我们陛下也是亲自领三千兵马走卧飞城北上进攻新舱 不过新舱这里呢有一个城寨会发生反击 就是说我们陛下会在这里损失部分的军队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 其实这个政策也就那样吧 咱们虽然说啊提升了咱们的随身兵粮 但是呢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将我们的内阁首府行街给他换成李如松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样啊我们不仅可以吃到行街出城的时候啊 这个冰粮随身粮提升的这个增益 而且呢咱们部队的这个战斗力还额外提升了十五 当我们陛下到达都于郡城下的时候呢 现在已经是万里二十一年的二月份了 这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啊 一个人生勿乱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 结果岛金家都已经被围到本城了 还不老实 李如白对我们的陛下产生了猜疑 大胆李如白 让我看看你降了多少忠诚 李如白忠诚七点 对家宰做法这个不说 对本家流言废语捡了三点 行这三点我先忍了你 在正拿下了这个杜宇俊城之后 再拿你试问 结果这杜宇俊城一直守到了万里二十一年的三月份 还没有下城 我们陛下与陈林时新的这个粮食已经不多了 看来是时候出动卧飞城最后一支邓子龙的部队了 最终在三月末行倒进玉红算令 最后三千四百人出城迎敌 那我们就以最后的这六千人消灭岛金翼红 最终呢 我们当然是轻易的击败了岛金翼红 但每次打岛金翼红都会损失等量的兵马 他们的铁炮实在是太强了 此战之后呢 我们定要找他们好好学学他们的这个火枪技术 可惜啊 我大明没有把火炮给带过来 消灭掉岛金翼红的部队之后呢 独于俊城再无抵挡我们部队的能力了 那么他们自然也只能乖乖现成投降 就这样 我们陛下消耗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消灭掉了九州南部的重要大名 岛金翼红 岛金翼红啊 那也是不是初的猛将 在万历朝鲜山争时期呢 也是给我们大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呢 这一次咱们能够化敌为友 只要你愿意归降我大明 保证啊 你就是未来的日本国王 岛金翼红果然听了我们陛下的劝诫好 这个日本国王非你莫属 他封城秀赐什么水平啊 能跟你并起并坐啊 让他们滚下去 不过岛金翼红都投降了 岛金龙伯 岛金碎酒 岛金中恒 岛金中长 岛金龟兽啊 这几个岛金家的人居然不详 首先是岛金家这几个家成啊 我们杀鸡给猴看 不详 那就去死 岛金龟兽 哎呀 念你女流之辈 年纪轻轻还未出嫁 此战就先算了 你先出去吧 你随便出去 正不杀女人 全放了啊 行吧 全放了就全放了吧 至少岛金翼红 还有这个是岛金风酒吧 好像是啊投降了我们大明 不过呢 在刚刚拿下堆俊城之后啊 就有人反映堆俊城北面的尔汤郡啊 由野道出没 那我们立即派人去清剿野道 就让岛金翼红自己去吧 堆俊城的城主 咱们就任命给杨告 这李如白啊 我还要清算一下你呢 战结束呢 咱们这个内阁首府就不要李如松了 咱们换成 反正下了再说 他这个减忠诚度 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但是呢 虽然说啊 这个加载很灵活 咱们可以随时调换 但是呢 有一点 那是用过的人 他是一次性产品 用了之后呢 就不能再用了 就比如说之前 这个李如松 他虽然有这个鬼神兵法很强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再任用他 只能在大明更替后 才能诚信任用 也就是说 除非我们陛下驾崩了 咱们才能再任用李如松 作为内阁首府 因此啊 这个内阁首府啊 咱们还是不要轻易的调换 除非啊 咱们手底下这个家老素老 特别的毒 可以随时的进行调换 那么最后啊 咱们再进行一番论功行赏 此次呢 有13个共状 李如松 还有成林啊 可以受攻 成林有压制之功 可以授予一个善战之人 李如松呢 也是压制之功 行吧 那么咱们第一期就先这样吧 也算是勉强体验了新生的这个PK版的内容 不过呢 这个攻城战我一直没有触发 之前呢 我还以为是咱们这个政策里 隔音制度2 没有达成 但是啊 现在我们达成了根据力 可以进行攻城战 我们在进攻堆进城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攻城 如果啊 大家玩的啊 可以给我说一下 怎么触发攻城战 不过呢 我并不知道啊 大家对于这种打折比较简单的内容 感不感兴趣啊 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下一期就换一期内容 做一个新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